第2個 那接下來就有關於在黨職並公職 我們國家該討回來的錢要討回來這件事情 我實在就看不懂 今年夏天的時候 8月你們玄序部 然後就有下一個最後的通牒 說你們依照法律該返還的 這些都是納稅人的錢 你們就要老老實實交回來 那我接下來去追蹤 發現說 欸習慣 就團體的部分 我們黨職並公職一領的金額 團體要繳的 1億8千482萬 現在才繳6千多萬回來 怎麼繳的速度這麼慢 中國國民黨各級黨部 以返還金額零元 民眾服務社總社 集積分社 欠了1億多 以返還金額零元 你們有任正在追討嗎 還是碰到中國國民黨 就腿軟了 不敢去追討 因為這個是我們退伍 所以我會把這個意見拿回去 把意見帶回去喔 跟他們講清楚啊 這樣子追討的狀況太差啦 所有團體以外還有個人啊 這一些過去的黨國高層 從納稅人這邊拿的不該拿的錢 錢要退回來 到現在只追回四成啊 其他沒有返還的 你們說移送行政執行 那行政執行的進度怎麼樣 請全區部的代表 回去告訴你們部裡面的人 我對你們上一次我在委員會裡面 要求要設置網站專區喔 你們這一種敷衍色澤的方式 我非常沒有辦法接受 什麼叫沒辦法接受 我們當初立法的時候 要求設這個專區 就是要公開透明的資訊嘛 結果上面現在列的資訊是什麼 上面現在列的資訊 只有簡單條列的啊 我再具體的問啊 上面這些大咖 連戰 關中 陳旅安 胡志強 蔡憲六 這些人欠了錢還了沒有 還了沒有 這個前戲部他退伍師 確實有列在那個網站上面 他有把追繳的情形放在那個網站上面 沒有啊 沒有啊 請你們去看啊 我今天早上才看的啊 我們當初要求公開透明 我就希望說 欸 誰 遵守法律 該繳的錢繳回來了 誰 明明家財萬貫 連戰 隨便請個課都不只這個錢 十萬都不肯還喔 還要浪費國家的勞力時間費用去移送強制執行 會不會太丟臉了 這些資訊你們全部都要公開啊 現在在全序部的網站上面全部沒有看到啊 麻煩你把我的意思帶回去喔 要求全序部針對資訊透明公開這個部分立即改善 可以嗎 可以